7月14日,黄磊在微博刷出两张照片,是大女儿多多在给多妹画各种漂亮的纹身呢,多多认真的画着,多妹也安安静静的看着姐姐,不知道像这种在手上或者脚上画各种图案的经历大家有没有,反正小编小时候也经常玩,要么在手上画个戒指,或者在手上画个戒指。 或者画个手表之类的,看看多多还会画出不同的图案,在画画上面也是小有才华呢,黄磊佩文说道,上一次我给多多纹个纹身,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情,这句话感觉隐藏着无限的感慨,仿佛昨日的多多还是那个被画的小孩,今天就已经长大了再给妹妹画了,对于小孩还说,能在身上画些这样漂亮亮的图案,觉得特别喜欢。 这是我们曾经小时候的同学,只有在小的时候才能体会,在评论期看到网友晒出来多多小时候画这个图案的照片,那时候的多多可比今天多妹显得疯狂多了。 眼睛呢,可爱的手表呢,画着像个小花猫似的,看起来可爱极了。 在另一张照片中看到三个字黄少爱,不瞒你们说,这还是我第一次知道,原来多妹的名字,叫黄少爱。 姐姐叫黄一词,妹妹叫黄少爱,从名字上听来就觉得多多是个懂事有爱的感觉,而多妹更像一个调皮可爱古灵精怪的那种,名字很符合她们的长相和个性。 不得不佩服黄磊真的很有才华,有很多网友也表示,今天才知道,原来多美的名字这么好听,多多和多美俩很多网友都很熟悉了,因为多多参加过不少的综艺节目,所以大家对于多多的关注和了解会更多一些。 而多美大多数时候都是出现在黄磊和孙丽的微博中,平时只看得到照片或者一些小视频,但是没有听过多美的声音,从照片视频中看,多美本身就很讨喜,和姐姐相比起来,两个人感觉是互补的那种,多多文尔良懂事,多美俏皮可爱古灵精怪,只能说黄磊真会生,前段时间巴黎时装秀,多多和多美都有些。 面身走秀,一眨眼两个孩子都长大了,多多越来越漂亮,多美越来越好看。